我一直很好奇 城市里三块钱一方的天然气是如何开采出来的 看完这个动画你就明白了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 它在发电 烹饪 功能等多个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天然气的形成 目前主流的说法是 由古代动植物沉积在地下深处受到高温和高压的影响 逐渐转化成煤炭 并产生了煤层的副产品天然气 为了将天然气开采出来 需要用到先进的勘碳开采技术 首先勘探人员利用非侵入式的能量波反射设备 对多个区域进行勘探 收集天然气沉积潜在位置的三维图像数据 接着再结合延芯钻探技术 采集样本 以更准确地了解煤炭的深度 以及天然气的含量 一旦数据表明某个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这时便会开始钻探井 在钻井过程中 主要是采用传统的垂直井进入方式 首先 在地表钻一个浅口 随后蹦入钻井液以润滑钻头 冷却设备 去除结构 并确保井眼内外的压力平衡 防止水侵入 当钻头穿过不同压力层时 会调整钻井液的密度以保持平衡 一旦钻头到达煤层上方的层位 便会固定套管并继续向煤中钻进 随着煤层中压力的降低 水会逐渐减少 而天然气则会开始从煤层中流出 为了从煤中获取到更多的气体 一般会采用压裂增产技术 通过高压蹦入压裂液 可以增强煤层内的自然裂缝 从而提高气体的产量 同时 还会向裂缝中注入沙子以支撑裂缝 使气体更易于流入井中 在开采过程中 为了确保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还会对提取的水和天然气进行分离和处理 而天然气则会被输送到脱水和压缩设施 进行干燥处理后再送入主要天然气输送管道 最终天然气便到达千家万户